天女以往每一次的升級 我都會先走天女派系的路線 那這一次呢我不走天女派系的路線 那我等一下也會來解釋一下 好的 各位大劇組們大家好 我是XBB 好沒有意外的話呢 今天晚上就是我們16本的更新啦 好那我們期待1916本呢 今天這部影片呢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的這個升級順序 好 那大家知道我之前 因為打比賽關係 我都會第一時間買一些比較大的禮包 那但是因為今年呢 我已經從比賽中退役了 所以呢我今年會走一個比較平易近人的路線 也就是呢我會 就是只買月卡 那這個也跟一般的玩家比較接近一點 就是月卡玩家沒有大禮包 好 那以下呢就是我自己個人的這個分級路線分享 那首先幾個東西提醒一下 第一個 我個人認為呢在16本中呢 三王的這種推進進攻方式呢 會比較的優勢 那在看完這幾次更新之後 我相信大家也有這種感覺喔 就是說第一個陸軍啊 然後再來是英雄 都有 帶大大的提升 那接下來呢 這個我也會走這樣的路線 也就是我會 先不嘗試從天女以往每一次的升級 我都會先走天女派系的路線 那這一次呢 我不走天女派系的路線 那我等一下也會來解釋一下 好那再來這部影片呢主要也是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的槌子要用在哪裡比較有優勢 我們的資源要用在哪裡 我們的書要用在哪裡 這些東西呢其實是差蠻多的 那我會以一個月卡玩家的這個切入角度來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可以照抄我的 但是就是說 首先我也提醒一下 我這一次的升級我打算走一個非天女派系的升級路線 會跟以往比較不一樣一點 好 那再來是還有一個東西呢 就是 我不會先去升戰蟲小屋 那這個東西呢是因為呢 我們知道新戰蟲雖然 真的看起來超級強我承認了 但是 新戰蟲要取代娃娃 他大概是還需要一個一定的level 那我個人認為呢 在新戰蟲到level 6 level 7 之前應該是都沒辦法取代娃娃的 那我們可以先想想 戰蟲王升到level 6 level 7 其實要蠻花支援 而且 你其實就是要慢慢升就好嘛 所以呢 而且一開始黑水也會很 很缺喔 那黑水就不如去 拿去投資在其他的 比如說蠻王的身上 那蠻王一升級是直接你的戰力就會增加的 而戰蟲小屋呢 你升那個戰蟲 他還沒辦法取代娃娃之前呢 其實他就是在那邊慢慢升而已 也就是 你先 你後升戰蟲小屋的話 你一開始的戰力會比較提高一點 我覺得是CP值比較高的 而戰蟲小屋 一定要升 只是呢 我們後面呢 會再慢慢把他升起來 好所以呢 我的升級路線 我再提醒一下 我這個是 非天女派系的升級路線 二 我會先不去升 贊蟲小屋 而我覺得這樣的CP值非常非常的高 那 如果你都同意我的路線 然後並且你是月卡玩家的話 OK 以下我們來開始 好那升級的話 我們就是直接 就是照這個 三個資源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是金幣 金幣要用在哪些地方呢 首先第一個我們一定要升的是 大本營嘛對不對 記得大本營 不要用錘子 不要用錘子 大本營呢 一定要用資源 因為我們知道 在黑水 聖水 跟金幣 這種這三個資源上面啊 在每一次升級之後 是哪一個資源最難得到 黑水嘛對不對 但是因為黑水不用 沒辦法去造任何的建築物 所以建築之錘呢 只能選擇錘 聖水 或者是錘金幣的建築 那這兩個東西哪個比較 會比較缺呢 一定是聖水 每一次都是這樣子 因為你聖水 要去研究實驗室 要去生法王 而金幣 就是敲敲敲敲你的防禦而已 所以你 建築之錘呢 一定要選擇去 垂那個 聖水的建築物 所以呢 不會去垂大本營 記得不要垂錯了 大本營用錢 加上建築之書 給他垂下 建築之書給他 那個 輸下去 好那再來就是金幣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新建築 Black Smith 他是建 金幣的 所以大家想 新建築 我是不是要用錘 或是輸 不用因為他升級的 時間很短 所以呢 我們會一升級大本營之後呢 一開始直接用錢 也是資源 去把它蓋下去 然後 並且呢 我們直接 用 三個 建築藥水 那 直接第一時間把它點下去就好 所以也就是 大概兩個小時 多一點點之後呢 他就生好了 那你就不用去 花書啊 花錘 花寶石 等等的 用三個建築藥水 所以你第一時間升級之後 先點他 等到你其他東西都弄完之後呢 差不多也兩個小時了 那 這個東西呢 就蓋好了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升級你其他東西了 好 那再來就是 Black Smith 他不用急著 直接升到最滿 他一開始 升到 就是一開始 這樣子 我覺得就OK了 不用急著說 全部要點點點點 全部點滿 如果我們不是 這種要比賽的玩家的話 慢慢來就好 好那再來就是大家可能會比較好奇的一個東西 合併防禦 那合併防禦呢 這個第一個 遲早你必須要合併的 你不用懷疑 那有 因為 合併是不能夠 不能夠解除合併的 那很多人會想 我是不是要留著啊 會不會 合併完之後變弱 不會 一定要合併的 那只是說遲早的事情而已 所以你有資源 有功能 你就給他合併 所以剩下的金幣 我就建議你 第一個就是先開始合併了 好 那先合併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 因為接下來大概一兩個月之後的陣型 分享的比賽 我們會從比賽選手那邊分享過來的陣型 對不對 他們的陣型呢 會是合併防禦 那如果你沒有合併防禦的話 你會沒辦法用他們的陣型 所以呢 合併防禦呢 也不要太晚去弄 你還是要先用 但是不要浪費太多的這個 建築功能 後面會缺建築功能 金幣這邊呢 我會建議你用大概兩個建築功能 最多用三個 不要用超過 那因為其他的資源也會需要 好 那大家就這樣 那記得一下金幣這個地方有一個重點就是 這一次16本 並沒有城堡的升級 至少目前現在還沒有 那所以呢 你不用花多餘的金幣去在城堡升級上面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黑水 黑水的話 就是我跟他講的一個重點 我這次不先升寵物 那我的原因也講了 因為 新寵物強不強 強 但是娃娃也很強 而且娃娃現在是level 10 新寵物你要把它升到能夠取代娃娃 還要意義診斷的時間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擺在第2梯次 慢慢升就好 你的黑水現在拿去升給女王 升給男王 升一級就是加一級的戰力 所以直接先去升你的王 這樣子才是 比較好的 那你說 我的資源多到根本就不缺 那你就全敲了 那就沒差了 我現在就是以一個正常 月卡的這個正常的升級 正常打資源的速度的玩家 來跟你講 那正常來講 黑水應該是要會缺的 所以呢 我們會 先不優先升級寵物 好 那這次的升級生群 我給他作弊 我每一次一定都是 女王大於男王 女王大於男王 從 這個 自常有女王之後 就是這樣子 那但是這一次 我打算要特別一點 我打算要 男王大於女王 那大家應該也是 看過這次更新的 我覺得 主要是也是 配合 Black Smith的 這個 一開始他可以直接配合的 那個 新招 就是男王的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先升級 男王大於女王 然後這個是我的一個實驗 那如果你不同意 你想要打天女 你可以用 女王大於男王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好那注意一下 那升級英雄 因為你不會有太多 太多的黑水 我覺得留一個功能就好 如果你打資源 打超級快 你就說我就是有那麼多資源 那你可以留兩個功能 好嗎 那我們來講 聖水 聖水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 幾個東西要升 實驗室 然後這個 訓練營 然後還有這個 贊從小屋 好 那我們慢慢講 實驗室 他其實花的洪水 比較少一點點 一般是不建議用垂直的 好但是呢 這次我會建議你用垂直 因為我身上沒有兩本建築之書 那如果你有兩本建築之書 的話 你可以用 聖水資源 去加上建築之書 可以把它用下去 因為我建築之書已經用在大本這邊 我只有一本建築之書 如果你有兩本的話 你可以用在這個 實驗室這邊 那訓練營 訓練營的話 我會建議你用建築之槌 直接給它槌下去 槌一本 那你的這個 新兵種就會出來了 這兩個東西加在一起之後 你接下來就可以去升級這個新兵種 就是這個 這個 那個 騎著 騎在一棵 一棵樹上面 我不知道它叫什麼東西 Root Rider 那它這個東西呢 就是 你為了要能夠直接去升級它實驗室 所以你實驗室要升級 然後你的這個 訓練營也要升級 那這兩個東西 一個用 我會兩個都用槌子 因為你一開始可以 直接用兩個槌子 兩個建築之槌 直接槌下去 這樣子 那我們直接來講下一個就是 贊從小屋 贊從小屋 就是 不要第一時間槌 我覺得應該會有很多人 直接先把它槌下去 但是我會打算 第二時間槌 什麼時候槌呢 就是在七天之後 建築之槌又可以用的時候 那我就直接把它槌下去 它會在我第二時間槌 前面的時間槌下去 其實我也只是在升 那個新的戰蟲 然後我升它的時候 我也用不到 前七天是真的用不到 除非你真的是 花超級多寶石 你才用得到嘛 對不對 所以 我並不會比別人還要來的慢 你就等七天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CP值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這是這一次升級的重點 所以呢大家可以 相信我 這個方法真的是 比較好一點 好 等第三把建築之槌的時候 你再把你的戰蟲留給槌下去 那你 訓練營的其他東西 你要 要怎麼樣呢 我覺得訓練營的其他東西呢 就是 大概留一兩個功能 然後慢慢升 用洪水給它慢慢升 那 也不要一次 用升太多訓練營 但是 這個東西也不急 因為其實你只要不要去製造這個 Root Rider 基本上也沒差 那一開始它一擠 你可能就是一兩次 拿來玩玩看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慢慢來 要槌可是慢慢來 好 所以 盛水的順序大概是這樣子 整理一次 實驗室用建築之槌 然後呢 訓練營一個用建築之槌 你剛好會有兩個 然後第三個建築之槌 七天之後呢 直接去槌 贊從小屋 好 那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實驗室的升級順序 實驗室的升級順序的話呢 就是 這個你會有兩支 戰 那個戰鬥之槌 對不對 好 那 這兩支呢 我會全部都去槌 黑水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剛才講的 聖水黑水金幣哪個最缺 就一致都是黑水最缺 所以呢 你要槌的就是黑水的部落 那我自己呢 就是會槌 女武神加上石頭 這兩個呢 生理時間久 然後黑水製造費用也高 並且這兩個剛好配合 我現在要打的這個流派 就是非天女派系的路線 那再講一次 如果你是天女派系的路線的話 你可能會想要先槌 天使 那沒有問題 那你去找你的這路線 你想要打狗球 你可以先去升球嘛 對不對 但是我自己是打算要打這個 非天女派系的 所以呢 球跟天使就不是我的首選了 並且我剛好 會比較想要槌 黑水的部隊 這樣子的話 會比較賺 兩個建築之槌 我槌女武神跟石頭 好 那法術之槌 那一樣 因為我非天女派系嘛 所以招回就 沒有那麼有用了 所以我會先槌 這個 施毒藥水 施毒藥水的話 剛剛好又是怎樣的 又是黑水的 所以呢 槌黑水永遠是最賺的 那我們槌 槌施毒藥水 那下一個我們要槌什麼東西呢 槌 其實我覺得都還好 我槌療傷藥水 就是 這個補血 那也許 有些用 我覺得 可以選擇來療傷藥水 這樣子 好 那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法術之槌 我大概是 選擇是這樣 如果你的聯賽幣不夠的話 療傷藥水也可以不要槌 老實說 其實 反正因為 大家也知道 就是法術 慢慢的也會滿 而且法術之槌永遠都是 這個 庫存都是爆開的 對不對 好 那記得就是你槌子都要先優先找這個 黑水的東西 性價值比較高一點 好 那後續槌子用完之後呢 怎麼升呢 廢話 當然就是 升那一隻的嘛 對不對 Root Rider 騎在數字上的那個東西 就是升他就對了 好 那以上 就是我這一次 16本的這個 升級優先順序 那分別呢 金幣這邊我們會花到兩到三個功能 那黑水這邊會留一個功能 那聖水這邊會留兩個功能 那你自己可以稍微的再 調配一下 那最大的一個不同點就是呢 我這邊 贊從小屋呢 是先不升級的 那因為你可能不升級 然後結果那個你的 比如說手裡問你怎麼不升等等 所以你給他解釋一下 我是請他來看一下我這部影片 其實 講的已經 我已經把這個 你一聽會覺得非常非常有道理 我已經把講得非常非常詳細了 你可以來 來試試看 這樣子 好那至於 綠亞霸打天女 這個我覺得你自己個人選擇 如果要打天女的話 稍微轉換一下 我剛剛講 實驗室你可以先不要 垂石頭 你可以把它垂天使 垂氣球 這些我覺得都很簡單 OK的 那你女王 就大於男王 這是很簡單的 這樣子 好我們這個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新資源 那這個新資源要用在哪裡 新資源基本上 我就是直接打算用在 這個地震之學 我不知道 他的名字會怎樣 應該是 反正就叫 蠻王的那個 第一個技能 那我覺得這個技能 非常非常好用 也配合了我這個新招 就是我想要 不是新招 就是我配合我的 主流流派 就是我想要走一個 山王 陸軍 好的這樣的流派 那這個配個地震之學 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那就全部都先升級這個 而且我的Blacksmith 就只需要一級 所以我會先把這個東西給升滿 那後續呢 一定會 全部都滿的 就是慢慢再來就好 所以我們這一次 簡單講一個 一開始 至少你投 兩個禮拜的順序 好讓大家知道一下 不要 這個 點錯升級的路線 然後 就會比較虧一點點 這樣子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啦啦啦啦啦啦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